所以 所以如果要去求職的 現在的年輕人 或是二度就業的朋友 現在要去求職 他做了一些微調 在妝容的部分 還有沒有什麼要更進一步 可以加強的 來 詹老師 簡單來說 無論是被應徵者或是去應徵者 有幾個重點要抓住 第一個 如果這個人 是靠口才 身材的 他來這邊公司又不是管帳 又不是管人 他是對外的公關行銷 包括我們說業務員 他一定要很好的存型跟此項 這時候就要拜託 整型的公司幫他做這樣的調整 雙方獲利 以此項上提升 除了笑臉言論之外 口齒淋漓 言之有物 滔滔不絕 侃侃而談 業績提升 無論能檔 等一下往字典搬下來好不好 不是 所以他嘴部的部分特別注意 如果說您只是要應徵一個 會計出納管帳的人 你管他嘴巴幹什麼 那麼就要重視他的鼻子 鼻子 他的鼻翼厚一點 厚一點 鼻翼後鼻孔就會小 鼻頭大一點 錢財就會進 那麼整個鼻子不要過度朝天 那麼錢進出不去 對他個人對公司都是加分 是 給他管帳 如果再來一個比較微胖的身材 腹長肉 全長骨 這種有肉的女孩子 小織女 也是帶來公司錢財 無可抗拒的魅力 其實這是我們說的眼睛跟眉毛 眼眉 包括繡眉或開眼頭之類的 代表左右逢圓 會眼獨具 什麼意思 這個人他本身不太會講話 他眉長過眼 交友廣闊 以心交心 他就是不會講話 可是業務量一直提升 這時候眉型幫幫他加分一下 眼睛大而圓 開個眼頭之類的 或割個雙眼皮 那個整個魅力無能擋 光是眼睛 放電 跟客戶放兩個電 單子就簽不完了 米韓蓋的是還包括美人劑 或美人劑 這個有必要 全球的情報單位 都會善用美人劑或美人劑 這個是好認 而且商場上的談判 有時候就乾脆 在那個聲色的場合裡面去談判 這個是很常見的 有一些員工 他的工作 是跟上層在溝通的 可能跟政府機關 可能是高官 可能是達櫃之類的 他就必須要有一個 漂亮的額頭 就由這個電波拉皮 就由長輩員家 友人提親或提細的意思 一個額頭開闊的 你去跟當事長說 你跟那個工廠的老闆說 你跟政府官員什麼人說 他怎麼 上面的一看他越看越得意 就不會刁難他 那麼成功機率就變高了 其次就是我說耳朵 耳朵我做的要大 耳垂 耳垂 玻尿酸打下去之後 我們說年少雖然早熟 但是兩小無猜 什麼意思呢 代表他非常有人際關係 而且不但充業務 而且不但工作 口服 眼服 耳服特別好 也帶來公司更大的福報 是 等於就是說 我們要看我們自己 工作的類別對不對 對… 我們的屬性 對… 我們要去加強我們自己 包括能力跟我們在 外在面向的部分 但是有一個改變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一般來講這種填補裡面 是 以前可能用的是短效型的 是 可能現在像膠原蛋白 玻尿酸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改變了 你說你一份的錢 你要用半年 還是一份的錢 你要同樣的錢 你要用10年 10年了 所以已經改成所謂的 水凝膠這個系列 所以現在有所謂 長效型的微整形 對…這個差很多 要不然你一份的錢用半年 就有可惜了 所以現在可能已經拉到 10年 20年了 好 所以長效型的微整形 它的這種安全性 修復性是怎麼樣 一般來講 現在的微整形 從短效的已經進入 所謂的到進入長效這個階段 長效的材料 當然在國際上有很多 現在的第一個考量就是 絕對不要打入血管 不管你是短效型的 或長效型的 絕對是不可以打入血管 第二個 做的時候 一定要力求自然 第三個 修復期短 其實這個修復期短 是我們對於國際上的觀光客 到台灣來觀光旅遊的民眾 特別多 多了 它就希望今天做了以後 然後馬上就漂亮 因為什麼 它照相要很漂亮 瞬間的效果 瞬間就效果 而且要持有利酒彌星 另外一個是 實效性要長 你不能說來台灣一次 你給它一半年就再來一次 不是 因為不是故意的 我們要改成給它長效型的材料 再來是 你要做之前先給它測試 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看到成果 先模擬一張照片給它 模擬什麼 打生理時間水模擬 而不是用電腦模擬 電腦在立體 直接用生理時間水來模擬 對 電腦在立體 都沒有你的臉那麼直接立體 是 所以生理時間水來測試比較好 生理時間水 而且女孩子整形一個重點 不是為自己 是為了心愛的老公去整形 讓老公賞心悅目 也讓他一起出外 能夠彼此相互輝映 讓老公有面子 第二個 女孩子整形一個重點 就像為自己的臉部買一個 名牌包的意思是一樣的 一個名牌包 一個名牌包 皮包在眉 十幾年 十幾年 對不對 永遠跟著你 這張漂亮的臉 也是你自己的皮包 皮包在眉 都沒有臉皮眉 對 我是覺得說 讓你自己很有自信 讓你自己覺得開心就知道 因為你自己開心 你才會讓別人覺得開心 對 像你看我長得還算清秀 我就不站起來 我一站起來就不清秀了 不會 因為我是哈比族的 所以老師 不要要求我站起來 老師 不要站起來 好 一直坐著 謝謝 我們用命理角度來看的話 有沒有哪一些顏色 是可以開運的 我們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你的妝容 然後你的五官 顏色重要嗎 無論是彩妝也好 穿衣服也好 簡單來說 屬老虎跟屬兔的 基本上是屬木 木木相生 你不可能臉上塗綠色的 那是很好笑 像綠巨人對不對 對 但是可以從眼影 或是從耳環 挑綠色 或是一點點頭髮的挑染 做綠色的一個搭配 其實是很漂亮的 如果是屬蛇跟屬馬 它本身是屬火 火火相生 用一個很漂亮的唇膏 那麼使自己更光鮮亮麗 很好的唇色 對於這個屬火屬性的生肖 是加分的 如果是生肖屬猴跟屬雞 我們稱為西方的金 金就代表白色 當然你要換一個白色的膚色 有黑膚跟白膚嗎 讓自己看 這個就沒有擦粉 就這麼亮麗 就是我們說的 適合西方金的生肖 如果我們說水性的 這個動物生肖 是屬豬跟屬這個老鼠 那麼水是藍紫黑 藍色的眼影 黑黑的眉毛 包括帶一點點耳飾是黑色的 也是讓自己能夠 像水一般的 柔情似水的迷人 是 其實這四個生肖 我們有講不講 他們很多轉台 我已經快離開了 騎開對不對 騎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龍 羊 狗跟牛 是屬土的 土是米色 黃色 橘色 溫色系的 對 溫色系的 那麼該有的腮紅 該有這樣的顏色的搭配 其實是非常加分的 大地色的顏色的眼影有沒有 這個我要擦 擦請問一下詹老師 是 你剛剛推理的這個 對顏色的色澤學的話 是您努力研究多久 這是千年傳承的 其次還有一個變化的好不好 既然高手來問了 我就要高回好不好 是 如果是屬老虎跟屬兔的 是木 牠比較適合長形臉 如果是屬這個 我們所說的 蛇跟馬的 我沒有張話 生肖屬蛇跟屬馬的 牠們屬火型的 牠們可以試得球 比較尖型的 比較尖型的嘴角 鼻頭 是屬於火火相生 如果是龍 羊 狗 牛 是屬土的 比較屬於方方的這種的感覺 是加分 讓牠的沉默 沉著 沉穩是加分的 如果是我們所說的 屬水的 豬跟老鼠的 就是圓臉 圓耳 圓眼 圓眉 彎眉 圓唇 就是要圓就對了 圓的話就要到銀行去看了 對 所以眼睛的五行都有分 是 這學問還滿大的 對… 所以開運整形 真的是可以問老師參考一下 是 所以兩位老師可以合作 抱在一起 是 先問了詹老師之後 再去院長那邊做一些調整 其實是加分的 所以我們說 剛剛詹老師有講到 有數一個什麼的是要白對不對 對… 那個要白 這個白如果你本來是黑肉茶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白呢 以現在的醫學科技來看看 就是說皮膚要變白 當然你不要說 每個人都要全身都要白 因為很多人的遺產的因素 就是在於基因 對 我們要從白的話 從日常的生活裡面 就可以做得到很多的所謂的白 第一個是吃的 就是所謂的水分夠 有水跟有水果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人體的水分 缺水一定是困擾的 一定會乾妹妹 一定有皮膚比較乾 是 乾邊邊的 乾邊邊的 再來是擦的 擦的話 我們第一個考慮的 當然就是指防曬 保濕 保濕裡面特別注意 你不要隨便用 所謂的美白的產品 因為很多酸類的保養品 對你來講是 可能刺激你的皮膚 變得脆弱 變薄 所以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保濕的產品 乳液這一類的保濕 第三個 護膚 護膚裡面 其實它的白的原理 最重要是什麼 清潔 清潔就讓你有一點 遇到水的時候 相對它會比較亮 比較白 那麼勉強就是 當你的皮膚 都感覺不夠好的時候 那我們多數的人 現在又開始選擇 所謂的注射 就注射這沒有什麼神奇 這其實就是第一項的什麼 你吃的水就是等於 是最好的產品 你吃的水跟水果 因為你用注射的東西 它也不過是 維他命C 美白之裡面 其實是維他命C 殘米酸 還有肝精 還有水分 還有生理食鹽水 或者是葡萄糖水 那不如你用吃的 這個水果跟水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必要的時候 可以考慮 真正的你要擺 假設你的臉 相對比較黑 甚至包括所謂的 黑眼圈 黑斑 這個時候可以用所謂的 雷射去做去黑 做美白 做退紅 甚至做必要的時候 做連的療法 那特別強調的是什麼 睡眠是讓我們 有氧才有元氣 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不要考慮的是什麼 吃東西 不要吃太多東西 壓力大的時候 應該是什麼 當考生的時候 你要考試的話 你壓力大去睡眠 再起來念書 而不是吃很多東西 再繼續念書 是 要有睡眠 有氧氣 是 好 所以 小隻女孩應該 現在都已經很有自信了 就是 她可以做一些微調 然後 她自己的預算 也可以遮蓋這個預算 然後她也覺得 好 以後去面試 可能會更有自信 但是還是有一些禁忌 是在面試的時候 千萬不能夠犯的 我們來看看 記得跟考試官 要說請 謝謝 對不起 我覺得這三個很受用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考試的時候 旁邊暗藏著什麼 主考官 在你走的旁邊 記不記得我們空姐的時候 在考的時候 她只是